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这边需要一个腕表的助理编辑 所以我就来了 来了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手表我一直都很有兴趣 一做就做了大概十二三年吧 那还是非常资深的对吧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生生动动这个名字 我觉得不是说因为你非常生动 哈哈哈 你说的没错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相信各位朋友都听过一个病天生臭脸症 就如果我要是不笑 或者说如果不跟大家聊天的话 就坐在那天然的很多朋友 就会觉得生动生气了 所以呢我就想说 哎那我就取一个网名叫生动 所以就生动就一直一直的延续到 这个生生动动 所以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传递给各位就是这种 万导它虽然很传统很经典 但是也希望可以用一种 这样生动的方式 给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 我是不买单这个故事的 它为什么叫生动啊 因为它特别多才多艺 有多离谱 先来组镜头感受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生动这个名字 好那么回归严肃环节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枚万表 其实我的第一枚万表是G-Shock 后来呢就是我 那不算表 哎怎么回事 OK好我们先跟G-Shock道个歉 但是就是如果说非常正经的高级制表的话 我的第一款万表是德国格拉苏迪原创的一元万表 大概就是我刚入行是三年前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 学习差可能要装备好的那种心态 所以我就先觉得一定要有一块专业制表 突然就看到了这个格拉苏迪原创的一元 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典雅同学 他又很清爽 没错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三针表呢 万表的活动 您也知道大部分都很正式 所以他搭正装很好 所以我就一言决然的就买了这款表 十几年前买格拉苏迪也是有钱人 那接下来就是桌上这一桌 我觉得这一桌表其实特别有特色 我们之前许晓某节目里面他说 有很多表都是大家认为不值得的选项 我觉得你这一桌呢放在现在的眼光里面 比他还不值得是吗 没有没有 但是你很有自己的选择的方式和风格 我看基本上都是方表 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万表的审美 就是我很喜欢方形的万表 我记得在我入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各大品牌卖的最好的 都是非常传统的经典的三针圆表盘 但是当时我这个人呢就是觉得说 方表明明那么好看 就比方说这一款万表是泰克豪亚的摩纳哥 就是我多次的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 我对泰克豪亚摩纳哥的喜爱 就是因为我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扯 但它很真实就是有一年很早很早 那时候我还小时候 在一个写字楼里高档的写字楼里 突然有一个人伸出手来按电梯 戴的就是摩纳哥 然后我就觉得说摩纳哥 这个表真的又独特又好看 特别酷 特别酷 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对方表 就有很有这种一种执念 或者说偏爱吧 但你这支摩纳哥很复杂 对我这个就是一个计时 然后还有动力储存 还有日期 它这个摩纳哥的年份也其实比较早了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摩纳哥 其实有更多的现代创意和科技的 那种感觉 它更加符合年轻潮流的感觉 但是这款其实它还是这种原汁原味的 这种摩纳哥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记忆 没错 那这支我很好奇啊 我觉得当年能买这支蓝盘表的朋友 如果没有猜错年份的话 如果你当时在柜面里买的话 旁边应该还有几支蓝盘腕表 也蛮吸引的 真的没错 我觉得真的老任老师你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直说我的痛处 咱们就是先说 巴拉斐力非常的棒 宇宙表王 它呢确实是我很喜欢的 而且我很喜欢 Aldeco的一些特别的设计 然后包括整个它的这种传统经典蓝盘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应该是2015年的巴塞尔表展出的 我是2016年的巴塞尔表展结束去了德国 当时其实我怀揣的这个心态是 我来了德国 我怎么也得买个朗格吧 对 就是毕竟我先买了格拉苏蒂原创 那朗格是我的目标 结果呢 我就在这个表行里 就突然看到了这个巴拉斐力 这款旁边是鹦鹉螺 那个年代鹦鹉螺没有起飞 也是蓝盘钢款 对就是它那个时候鹦鹉螺真的就是 可以用工价买到的一个好的年代 现在真的 然后后来我当时毅然决然的 我就眼光孤岛的选择了它 其实当时我也很爱鹦鹉螺 我就是觉得说鹦鹉螺作为一个运动腕表 我应该先 先有正装的 再有运动 而且当时就是咱们也就是买这个手表 觉得它也是白金的 要比钢的那个可能会高级一些 没错 后来没想到就一失足 也不能说千古恨 反正就是你在想买鹦鹉螺的时候 发现鹦鹉螺已经起飞到追逐不善的这种成果 对对对 但反过来我觉得其实从这枚腕表 我可以看到就是依你很爱它 就是你应该是佩戴的非常批判 没错 对能把白金壳豁成这样的也不多 我的表都是反正蛮有岁月的痕迹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 就是如果说我这几年发现很多朋友 他们买了手表之后 然后比方热门款什么的 然后赶紧贴个膜 然后赶紧爱惜起来 甚至于都不敢戴 希望过几年之后这个表能帮他挣钱 对 这不是买手表 对 我非常同意老人老师这个观点 就是我所有买的手表 就是无论它是保值也好 不保值也好 首要的出发点就是我能自我愉悦 我买的那一刻是我喜欢的 我开心的 同时我也负担得起的这个手表 所以呢就是二级市场对于我的思想 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无论是买表还是买任何东西 你一定要自己开心最重要 没错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 万表上的每到痕迹都是自己的记忆 这是真正应该是佩戴万表人应该的样子 那这只方表其实就相当于那只放大版嘛 所以你的审美偏好是非常一致的 可以这么说 真的是可以这么说 GP的这个1945的70周年限量版 然后和我手上的这个亨利慕什的这个 当时它叫concept watch 这两款万表其实买的机缘巧合都非常的相同 就是这款万表是当时在他们做新品预览 的现场我就不肯摘下来了 就是我对于它的这个喜好度 然后它本身又是刚加了一些这个18K黄金的 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组合 它很复古 然后就是当下就跟品牌说我要买这款 那就直接刷卡带走 就是也是要等 也是要等的 等了可能一个月吧 然后我就买到了它 我发现你买方表除了这个特征之外 另外一个特征就喜欢买复杂 你看这个技嘉年利 加了一个技时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喜欢reversal 就是说到reversal 就是如果通常下这个人的预算有5万块左右的时候 我都会推荐reversal 因为它太独特了 它不仅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人和手表的一个互动感 我觉得是在制表界 目前当今的制表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没错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给到我们的独特性 包括还有一些表背 它有的是可以做私人眷客的这种 对 我都觉得是完完全全的满足到了高级制表 个性有趣互动 然后精准 我觉得总结特别到位 就是唯一的遗憾就是reversal这两年越卖越贵了 所以买表也要趁早 对那时候万表市场 我觉得大家比如说你花5万花10万 你都能买到一个心愿清单中的表 现在感觉就是好多的下不了手 您还有下不了手 这只其实我也特别喜欢 我在他们官方的电商平台上逗留了好几次 然后后来觉得可能我自己的这个万维 hold不住这种金色的感觉 这款万表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 我有一天在家写整个2020年的新品的一个稿件 然后我就看新闻稿 突然就看到了这款表 我立刻就给品牌的人发了消息 我说我要买这块表 然后他就说这款表因为它限量 而且这个金色 它同时还出了一个银色 银色对 然后金色很难买到 说只能去也是这个官方的这个电商平台去看 对 然后我就非常的着急 后来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通过一些电商平台帮我买到了它 ok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表 不是我亲手买的 所以这可能是我所有的手表里 唯一现在有溢价的一款手表 自己喜欢手表 它一定既要简单 同时它一定要有点小设计 比方说像reversal 或者刚才给大家分享一些 它其实都是在一些线条当中 很有独特性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能够 打到我心坎上的那个点 没错 你说你那么喜欢方表 你手上为啥带个圆表 这个表就是值得吹嘘一下了 就是买它真的是一个偶然 我第一次认识它 我就买了它 就亨利牧师 当时有公关说你来采访一个独立制表师品牌吧 他们的表真的很好看 就好看到不得了 当时我就很好奇 我就说你也是好歹在万表行业公关里这么多年 什么叫好看的不得了 然后它勾起了我的好奇 去了之后 然后我当时做完访 立刻就被这款手表给吸引住了 对它盘面上什么都没有 烟熏表盘其实在那个年代很少 现在可能大家做的多了 但是能把烟熏表盘做到这么细腻 然后又没有logo 但就是我当时看到它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被它就是深深的吸进去了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采访到一半呢 我就是非常把它就是应付完了之后 也不叫应付完 就赶快采访完 我就开始跟那个总裁 开始聊价格 我就说这款表我想买我要订 我说我现在买可不可以带走 然后他说这个表 石宏利牧师出烟熏盘concept的陈球第一只 然后呢 他说这个表还要这两天给大家来看 然后你最快呢也得等到下个月 然后才可以拿到 然后我说我等 然后就买了这块表 就是因为它的独特性真的很难得 老师你知道你就是我看你的节目 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羡慕你的点 什么地方 就是我觉得第一你自己有非常多的表 然后同时呢你也对表有很多的感受 所以你可以由自己的感受来做横比也好 或者是说对比也好 你都可以就是畅所欲以 可能我们是做汽车的对吧 汽车的最喜欢比 对吧 各种各种比 恨不得把对方都卷死 比较我更多的是希望告诉大家 就是当你在纠结的时候 你该更看重什么 有些人可能更看重的是造型 有些人可能更看重的是机型 有些人可能更看重品牌 对 你要把这东西想清楚了 那你买表才不会至于说 买完了之后后悔 其实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买表都是冲动消费 对啊一上头脑子一热就就来了 然后买完之后回去之后发现自己后悔不得了 对 这就会对表产生厌恶 这就是不好的一种东西 没错 我其实蛮难忘的是我第一次遇见生生动动的粉丝 就是我也是从上海出差 然后回北京再过安检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安检小哥拿着那个报警器 然后就是在扫描我的身体的时候 然后我看过你的节目 因为经常有人把我跟另一位老师搞鬼 那个老师 也留胡子的 庆老师 对 我说你看的是我的节目 你就是那个生生动动 对 是安检扫描的转身 被粉丝用报警器浑身粉丝和扫描的一个过程 这种感觉就好比你这个酒驾来被警察带到看守所里 然后警察一边在询问你问题一边说 我是你粉丝 除了屏幕之上的话 那么屏幕之外 你自己平时是像节目中一样吗 我其实屏幕之外可能更活泼一点 平时也可能会和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手表 然后接下来我是想说 可以真的有一些更多的这种形式 或者说是一些跟大家更直接的互动 我们就打破这个第四面墙 然后去跟大家有一些更多的互动 下次做节目的时候我那儿有酒 咱们一边喝一边聊 可以可以 我们就把夏季又预约上了好不好 对对对对 好那么最后呢 再次感谢这个生动老师来到我们这个什么万家秀节目 很荣幸很荣幸 开心特别开心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生生动动节目 对对对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个老任老师 这也是我2023年真的圆梦了可以说来到这表池吗 也希望2024还能来吧应该 能来能来多多参与 下回这里摆上Whiskey咱们别喝别聊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